最好的梅,细细长长一条 像蚂蜜耍一样,长长一条 越细越长越好 这是我们的梅 这是玉道 玉之道 那我们老祖宗看到古代的圣人呢 看到人心,民心啊,最喜悦的时候 就是知道,用意之道在哪里 用意之道的时机在干什么 当你要出兵,出师 见侯之时 你要带,要让百姓,军队替你打仗 好,你要封什么侯在那边的时候 一定要顺越 顺越 外面是动,内顺 当你国家以一个家来说 对外打仗是动,部队开出去 全国的百姓都支持你这个决定 这个兵就可以打,是不是 所以用意之道就是说 我们要出兵或者是封侯 比如说我给这个地方 你去当他的省长,你去当什么 一定要外动,内顺 你让他去当省长 那要顺 百姓那不是你要顺 你就代表百姓了 你不是说你是中侯吗 你不是百姓吗 百姓有没有同意呢 这不可以的 找个阴险的人去当省主席 好,这是不对的 你同意我没有同意 你问问百姓 这个内,国家来说这是内啊 内就是百姓 所以圣人告诉我们 如果要与外征战的时候 一定要有欲的相 才能斗 否则招兄知道 这是圣人刚开始用欲的时候 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观念 这个 之后一块呢 这个雷蒂玉啊 在这个项上面来说 挂图啊 挂图的项景 占谱的时候 之后一块有一个官人 站在中间 两重山在那边 官人在中 一路一马 金银树定 钱一堆 出位呢 两重山 粗啊 两个山嘛 是不是粗啊 这粗是我们简写的 实际上真的写 是这样的写 好,粗 也代表 千里阻隔 好 千里阻隔 代表 外掉 哎,你很像 你看我会不会掉动 一捕 掉 吊,掉植物 官人在中 外出不是官的项 就是 我不当官了 本人出来 走这个 在社会上 做社会人事 自由人事 不跟你做官了 还有呢 富人不到 林先生 你看我先生怎么样 官就是官人 官人 官人就是什么 丈夫 丈夫 就是子做的 金子 银子做的 所以主的是上士 上士此行有凶 两串钱在地上呢 代表忧心重重 一样 所以这个话 捕到的时候 我们知道 从商的人一定会赚到钱 但是要慎防凶事 有凶害在身上 有凶害在身上 所以要提醒他先生 哎呀 你说话经上很好 但是要财不露白啊 不然给他杀死 他就在军洞河里面 喝两杯的洗茶 再看你飘到哪一边 对啊 这就很累了 对不对 你可以不要这样子 要谨慎 谨慎啊 好 千之道 就要想到了 当你赢满了 妥占大有 赚了很多钱的时候 要用千嘛 懂不懂 你不要用个打黄金的衣服 穿在身上 告诉人家你很有钱 就被干掉了 千岛乌 事情就像什么 好 就不知道提千之道 所以我们台湾百姓很多呢 好 到大陆上去做 我们别人杀了归杀了 当然人家有说 人家先想到自己嘛 你自己不知道千之道 那你的喜悦 就不真正有 你的喜悦就有凶啊 这个喜悦 是真正的发自内心的 真诚的喜悦 好 这位都军事想 你有没有办法 一天二十四小时 你这一生 都存活在 当你抱到你的小孩子 出生的那一刹那 那种感觉 心情永远在那一刹那 如果你没有生小的男生 不知道 但是没有关系 你初恋的时候 当你看到你最心爱的女朋友 你手一牵他手 那一刹那的感觉 你二十四小时保持那么愉快 你有没有办法 你当你牵到那个女孩子的时候 你看周围 所有的变得很美好了 驼背的也看起来也很好了 拜咖了看起来是压步 压步是大腹啊 让人走路是这样子的 压步是大腹 你只能是拜咖 把它看成压步 意思就是看到什么是好的就对了 自善自美 诸位 平常心做到极限就是这样子 好 这就是极欲之道 极欲之道 有没有什么疑问 羊宅部分呢 好 还没有带着 好 羊宅部分呢 长子居在妈妈的位置 好 长子居母位 雷蒂玉 第一个 有母性 而悦于家世 哪天发现让人大儿子 奇怪啊 怎么开始 太太不必煮 儿子在煮 还有呢 婚姻上回来说 取二婚的妻 或年长 之妻 第三个 好 代母位 有缺母的相 妈妈 女命比较短的相 第四个 婚姻会晚 好 第五个 事业上面呢 会左差 男孩子 儿子住在妈妈的位置上 事业上会做左差 比如说做菜摩顾问 做人家的副理 好 升上去的时候干副总 经理都干不到 老是在干副将 然后去干工厂里面 一下子干了副科长 一下跳完就干副副长 然后一下子副厂长 这还是副人 这是住在妈妈的位置 妈妈是副将 好 那婚姻会比较晚 延后 好 延后 那这个带 取代 这个大家都知道了 那延后多少呢 这边是三 这边是二 儿子住到妈妈的位置 由三进二 这个进二是延后 因为他知道连进玉 玉卦 玉卦是喜悦之道 因为他比较花多的时间 在家里面 花少多时间去谈感情 所以玉卦会 你看 看是数字少 十是多 十是多 所以说 比如说他命里面二十七岁 命里面是二十八岁结婚 加上住在这个位置 虽然扫一 其实是嫁一 因为他会延后 会往后延 不会那么快结婚 不会那么快结婚 然后太太会大他 大他一些年龄 如果太太年龄 比他大一点的话 没有比他大的话 就是离我婚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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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